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说一说饶树石的前妻陆璀 两个月前,高岗的一双李立群女士去世,享年一百岁 五年前,2015年,饶树石的前妻陆璀 世事,享年一百岁 这高岗联盟,所谓的高岗联盟两个主将的夫人 都是百岁的老兽性 这是他们自身的修行和造化 还是上天对于他们因夫君而波折坎坷的大半生的 一份回报 路璀 那是新中国的一颗明星啊,当年 是近代中国的极出女性的一个代表啊 那是斯诺比夏的中国的真德 当年的清华女神呢 是那所美利坚合众国预备于学校的光荣与自豪 当然和他当初办清华学堂时候那个宗旨是不一样的那种光荣与自豪 路璀是129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运动领袖 杰出的一员女将 路璀 美女 大美女 并且是江泽的美女 路璀是浙江的湖州人 大湖人家出身 但是这小丫头从小就不喜欢这个江泽的奶气和这个胭脂味 从小他就想往这个多慷慨悲歌知识的烟照大地 就想往这北方 想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就毅然决然的从苏州的这个东吴大学辍学了 悬济就考到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 了得 这学业啊 那么129运动的当天 陆璀 一干主将带领着清华和燕京的学生 从清华园那边出发 往北京城里而去 结果到了西之门的时候 这西之门大门紧闭 城墙上布满了军警 就进不去了 想去天安门游行下 就进不去了这个西之门了 于是呢 干脆就在西之门外 现场 搞起了群众的集会 大美女陆璀呀 手持一大号的话筒 站在一个小凳子上 向在场的学生和北平的市民发表了慷慨激昂 甚至是声力俱下的演讲 痛臣日本侵华 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灾难 痛惜北平也不是中国人的北平 那么 当时中国最大的发行量最大的一本杂志 是周涛奋先生 主编的大众生活 那么就在当期的这个杂志的封面上 就把这个陆璀 在现场举着大喇叭 向群众做演讲的这个半身的照片 就给用上了 从头到脚 通蓝的大照片 就是陆璀 一个半身相 那么封底呢 就把陆璀的一个背影 连带着整个演讲 群众集会的现场 这个照片 放到了封底 于是 一夜之间 这年仅21岁的陆璀 就成了129运动的象征 从此陆璀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就因为他在129运动中 猪而不群的表现 听说后来这个宋美龄都专门接见过这个陆璀 这是129运动的当天 129运动主要是两场大游行 129一次 还有一次是一周以后的1216 12月16号的游行 结果这一天陆璀 一样是这个冲锋 现阵在前的 结果不幸就让警察给抓住了 被捕了 抓到了警察局 而这个时候 艾德加斯诺 就冲进了警察局 现场采访了陆璀 当天就向美国的报纸 发去了一条独家的新闻 标题就叫 中国的贞德被捕了 从此这个陆璀 大洋彼岸都名传侠耳 从此陆璀偷生了革命 1936年的时候 任全国学联的宣传部的部长 同年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又受组织和全国学联的 这个委派去了日内瓦 出席世界青年大会 接下来1938年第二次 去欧洲去法国 然后包括后来的英国 美国加拿大 在各地开展国际政治活动 办报进行国际宣传 1938年的年底 在巴黎陆璀 办这个跟吴玉璋 办这个救王报 救国报的时候 认识了年长自己 11岁的饶恕士 那么两个人相爱结婚 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 陆兰沁 后来饶恕士携带 这个部分的这个 饶恕士和这个陆璀 受组织的委派 就把这个救国报的 这个办报的一些个设备 一起打包 托运 从巴黎 就去了纽约 然后在纽约 由这个饶恕士和这个 陆璀 负责了出版 救国时报 面向美国的华人华侨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宣传中国的抗战 1939年的时候 跟饶恕士一起回国 来到华中局新四军 晚南事变之后 刘少奇到了华中 主持工作 陆璀 做过刘少奇的秘书 大美女啊 我们陆璀 给刘少奇做个秘书 47年的时候 代表解放区的复联 又一次去巴黎 然后出任了国际民主 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的书记 参加了中国解放区 青年代表团 然后又去了布拉格 参加了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49年的时候 回巴黎 接了自己的女儿 一别十年十多年呢 把小女儿就托付给了同事 巴黎的同事 49年的时候才接到 领着女儿回到了上海 这一家三口 算是在新中国的 这个朝阳下团聚了 那么接着49年的9月下旬 陆璀作为妇女界的代表 出席了第一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0月1号那一天 陆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出席了开国大典 跟谁在一起啊 蔡畅 邓颖超 康克卿这些人呢 你就可以看出那首陆璀 作为女界杰出的一个人物 在中国女界中的地位 不是说江青开国大典那天 都跟毛主席申请说想上天安门 见证这一开天匹地的历史时刻 毛主席说你不够资格 结果江青都没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个去年国庆之前 俄罗斯不是把前苏联拍的一个中国 开过大典的彩色的一个修复过的 这个十二分钟的影片给了中国了 然后在网上现在咱们也能看到 隐隐绰绰的似乎能看到有一个人是陆璀 不敢确定啊 不敢确定 那么建国之初 陆璀和饶术石两地分居 饶术石在上海当老大 华东的老大 陆璀那时候就在北京 出任全国复联的常委兼国际部的部长 这是陆璀 早年的陆璀 有临下之风 要有这个中国珍德之美誉 一元革命女家 一个江浙的大美女 那么接下来就是 到了1953年了 饶术石 年初的时候到北京 出任中组部的部长 不久就失踪了这个人 就失踪 几个月以后 听到了这个党内的口头传达 说有一个高饶事件 这陆璀才知道丈夫货罪了 也才知道 也才知道丈夫货罪的这个原因 说是饶术石跟高杠和谋进行所谓的分裂 反党的活动 那么饶术石 后来这个一度入狱了嘛 陆璀也受他的牵连 一度被隔离审查 那有一年时间吧 后来又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也正常工作 还做过北京东城区的区委书记 接下来呢 因为陆璀和这个饶术石 他们两个人呢 应该说性格呀 爱好啊 这是十万八千里 陆璀你看照片 包括听到方才我说的陆璀的 早期的这些革命活动 那是一个非常外向 活跃 活泼 然后又很知性 感情很细腻的 这样的一个女子 但是饶术石 我上次说了 哪那么刻板 那么严肃 陆璀拉下他的手 他都必由不及 所以陆璀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给这个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大主要 这个替这个饶术石 申冤 写这申诉信的时候 在那里面 陆璀还写 那时候 192001年陆璀 那都多大了 87了 867岁 87岁 他那封信里 他也说 他说我跟饶术石 这个性格不和 然后感情不是很好 我们早都分居了 其实他说的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 建国前后那几年 有这样的一个两人的 感情不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饶术石呢 又犯了事了 所以后来这陆璀和饶术石就离婚了 这就是我开篇说 陆璀是饶术石的前妻的原因 后来两人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这个陆璀 后来又改嫁给了当初 人必实的秘书 这个中国的现代的一个诗人 叫朱子齐 比陆璀小了好几岁 就是嫁给了一个小弟弟 这好像跟陆璀就比较合得来了 老两口后来就是 这白头偕老了 一个诗人 一个外向型的大美女 估计共同语言就多得多 多得去了 尽管这个离了婚了 也改了嫁 但是到了晚年的乌州璀 这个 一直在为前夫的这个平反的问题 而奔走 放在我说2001年 他不给中央写信了 他在信里 他明确的写道 他说饶恕时是有一定错误的 但其性质 不属于反党 更不是反革命 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绝不是敌我矛盾 这也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这个身份 给中央写信 那他应该自争俱灼 他亮出了自己最根本的观点 他认为饶恕时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不能定性为敌我矛盾 接着他说 他说对饶恕时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 处理太重了 所谓高扰反党联盟 其实有无此事之的重新考虑 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 在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一直到去世之前这么多年 露锤就没停过 为这个饶恕时很远 那么 上次我们说了饶恕时 那么在这 今天呢 我们说了露锤 接下来我们再说 饶恕时 就是这个所谓的参与这个高扰 联盟的这个事 其实呢 几十年过后了 不说到今天 其实早在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 二十来年前吧 应该说 对饶恕时 当年的这个指控 每一个罪名 基本上都排除了 就都排除 说他是反革命 这排除了 肯定是排除了 说他是反党联盟呢 存在很多很多的疑问 都没人信 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相信 这怎么联盟呢 都不熟俩 然后说他这个 这个跟 为了打击陈毅 然后争夺这个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个事 史英昭这个事 这根本不是个事 就根本不是一件大事的 所以这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 就不断地有人 就在问 饶恕时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饶恕时 他最后倒掉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呢 饶恕时倒掉的 最根本的原因 在我看来 就是因为 归根结底 他得罪了刘少奇 因为得罪了刘少奇的 小兄弟 心服大将 中国组织的一把手 安子文 而 间接地得罪了 刘少奇 最后被刘少奇给 抛弃了 尽管他也一度 曾经是刘少奇的爱将 刘少奇 刘少奇一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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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了 栽培过这个饶恕时 但是最后 刘少奇 在饶恕时和安子文之间 选择了 安子文 而 抛弃了 饶恕时 不仅抛弃了 饶恕时 还把他一下子就 划到了高岗那边去 捆绑在一起 判了饶恕时 政治上的死刑 所以 要说这个 饶恕时的落马 这个问题 我们就离不开 要说一说 当时 这个案件中 极其极其重要的 当事人 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 安子文 安子文这个人 应该说在中共党史上 是被人诟病很多的 这样一个人 或者是这个人 是一个 污点颇多的 这样一个党史人 无论是围观 还是为人 安子文 二五年的时候 二十年代初 也是算是参加革命 然后跟庞真了 博一博了 刘兰涛这些人都一样 玩地下的 属于北方局的老人 标准的北方局的老人 刘少奇嫡系的老部下 那绝对是 嫡系中的嫡系 安子文 六十一人 所谓的六十一人 叛徒集团的 大员之余 写过反共启示的 并且是出狱以后 得到了刘少奇极大重用的 几大员之一 薄一波 安子文 刘兰涛 这个杨献真 这个 徐子荣等等 这些人 都是得到了刘少奇 极大重用的 都是替刘少奇分兵把守 党政各口 大将啊 那都是啊 那么安子文出狱了之后 自首完出狱之后 就去了华北抗战的前线 到了太阅根据地 那时候他就和彭真了 搏一搏了 他们就 又集合到了一起 在一口锅里 吃了好几年的饭 吃了好几年的饭 从延安整风以后开始 中组部 就成了刘少奇的地盘 因为延安整风 也确立了刘少奇 在中共党内二把手 这样的一个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刘少奇管党 那么组织那是第一口啊 七大以后 刘少奇就安排 自己的另外一个 信服大将的彭真 出任了中组部的部长 从陈云手里头 拿下了中组部长的 这样的一个大权 彭真做了中组部的部长 然后呢 安子文做了中组部的副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 彭真去了东北 当时中组部还有副部长 谁 习仲勋 结果的习仲勋 抗战结束以后呢 又去了这个 西北 西北局 接替高岗的职务 主持西北局的工作 那么中组部的这个工作 就由副部长兼干部处的处长 安子文主持 你说安子文 刘少奇一开始用安子文 就放到了极其重要的这个口 中组部的副部长 还兼干部处的处长 熟悉组织口的人 都明白这位置 这个意义 这权名有多重 到现在为止 现在共产党的中组部的 地方干部 比如说地方干部局 一小处长 一小副处长上地方去 省长 省委书记可能都得赔吧 安子文 干部处处长 中组部的副部长 然后 主持起了中组部的工作 中央撤离延安之后 一分为三 刘少奇和朱德组建了中央工作委员会 然后刘少奇安排安子文 做工委的秘书长 不离左右 得力的干家 那么四六年 彭真在东北摔了跤了 杀于而回 刘少奇又安排他官复原职 再度执掌 执掌这个中组部出任部长 安子文又做了 庞真的这个副手 建国以后 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 常务副部长 兼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部的部长 党权 人权 人事权 一手抓呀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安子文 在这个刘少奇的这个受益下 那就是 有事无恐 在很多重大的这个事情上 就跟刘少奇 这个绑在一起 很多没说审不及的干部 任命什么的 跟刘少奇俩人一杀了就定了 毛主席他都不请 是事后都不汇报 工作之外 那安子文跟这个自己的老板 也是老大哥 这刘少奇 那绝对是信心相同 齐文宇不就回应了 说那时候安子文提倡什么剥削 公开支持党员故宫 然后这个理由是党员你不故宫的话 那个群众就不敢故宫 那你都不故宫 生产不就不能发展吗 这就是 这安子文 也是刘少奇他们的逻辑 然后他说 安子文明确提出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占三分之二 一个中组部的常务部长 就把中国共产党 这个属性都被改了 他说 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 和半无产阶级的党 你说这党子得大到什么程度 正因为党子大到这种程度 并且给共产党定了这样的性 他就查出说共产党 是社会民主党 那你说他的这些论调 他的这些主张 也可能是师承刘少奇 如果是他自己的话 那刘少奇就更喜欢他了 是不是 这简直就是之一难命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 刘少奇一人之家万人之上 安子文那时候 也是在中组部和人事部 一手遮天 那还了得 安的部长 那个时候 自己感觉也特别好 彭真那个时候 掌握着政法权 政府权 政法权 然后呢 前途也看好 眼看着刘少奇 也要给彭真 继续安排 更高的职位 这安子文就等着 这个彭真 从中组部出去以后 他自己 接中组部长 被扶正了 想的正好的时候 中央来了个五马进京 这个 五二零年底宣布 迟了几个月 饶少奇那时候出国 迟了几个月 回了之后 五三零年初 正式出任中组部的部长 不仅他出任中组部部长 然后呢 中央又来了一堆 中组部又来一堆副部长 什么呢 就是五马进京了之后 然后全国各大区的 这个各大区的组织部长 自然进京 出任中组部的副部长 这一下子 不仅副部长们 分了安子文的权 同时 安子文看到 自己扶正的 这希望就落空了 这意味着 原来由这个彭真和安子文 掌管的 这个中央的 这个组织大权 人事大权 就开始转移了 这个转移到了 饶术时的手里 和其他副部长的手里 饶术时 坐到了自己的头上 骑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而这个饶术时 跟安子文在历史上 又没有 没有过交往 没有过交集 那么 这个说到安子文 气急之下 自是 有这个刘少奇 给他撑腰 做后台老板 于是 他就开始 不把饶术时放在眼里 开始 和饶术时争权 为了争权 他就把中组部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用后来饶术时的话说 说安子文 霸着组织部 使我饶术时 插不进来 这文献社出的刘少奇传里面 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饶术时一到中央组织部 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 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 安子文的无理斗争 这是刘少奇传 当然只能这么写 事实上我相信 饶术时是知道安子文和刘少奇的关系 那么他也知道安子文在中组部的历史 他也知道安子文在中组部的实际权力 和影响力 我相信作为这个共产党 一个老共产党员 在经历了那么多政治斗争之后的饶术时 他一定不会不知深浅的 是到宗主部以后 主动的就拿安子文开算跟他斗 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 是安子文主动开始 从抗拒饶术时到排斥 排解饶术时 所以饶术时到了中组部椅子没等坐热 那么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我们下次接着说 谢谢大家